莫名发现班长居然暗恋我 嗨班长 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自从那晚上一起参加社团团建后 他就开始有意无意的躲着我 我明明也没做什么 居然拉黑了 这不是我的照片吗 难道 是拿我照片必行 试试他的生日 怎么不行 看来班长真的暗恋我 不会吧 班长居然是这种人 看着不像啊 喂 那个你捡到我手机了是吗 对啊不过你们跑太快了也不知道回来拿 我就回家了 你可以帮我 你在哪 他现在过去拿 我家在班董花园6号楼734 好嘞马上过去 被班长这种渣男暗恋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还是别跟他碰面了 手机不都放那了吗 还敲什么门啊 我手机呢 你没看到纸 你干嘛 他在这的东西好像没有 你就算喜欢我也不至于把我手机藏起来吧 你还真是会到达一爬呀 明明把我照片设为手机壁指的是他 搞得好像是我强迫他似的 算了麻烦你把我手机换了 我没查我就放门口了 不是我去找物业调监控 你先进去坐吧 结果物业说我这楼的监控坏了 现在才换新 天哪那他的手机岂不是被我搞丢了 一个好消息一个换消息 你想听听哪一个 换消息 好消息就是我打算请你是大餐 消息丢了 哎呀你消消息 你你别碰我 已经害羞到这种地步了 不应该啊 啊不是海渣吗 这就是你说的大餐 嗯哼 这可是海鲜面 你的手机我会想办法帮你找回的 我这还有个旧机你先用着吧 我主动把壁纸设成了我的照片 看他什么反应 喂你到底喜欢几个女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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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